严狗的我 遇见美男后就只伤盆地 嫁给了一个帅 但懦弱 还服地魔的男人 家里鸡飞狗跳试日常 在某次家庭纷争中 老公受伤住院 我的耐心用完了 准备替他交完医药费 就回去过我的富二代生活 老公却一把抓住了我 九月 你去北京找我吗 他有一家连锁企业 是真富豪 我 等等 你家不是穷的连彩礼 都拿不起吗 医院病房 护士进来 轻轻说道 患者今天该交费了 患者睁着卡兹兰大眼睛 问我 花了这么多 手里还有钱吗 有 还是没有呢 看着患者一张帅的眉边的脸 我犹豫 要不要告诉他 我没有 我父母有 他们买这座医院绰绰有余 但还是没说 尽管这患者叫谢正 是我老公 匪所思吧 说出来你们别不信 偶然一个机会 认识了谢正 他长在我的审美上 就开始追他 嘿嘿 他挺好追的 没房没车 而我恰巧有 父母朋友都不同意 不是嫌他穷 而是我比他大四岁 朋友和他一个公司 提醒我 九月我小明 九月 他除了脸好看 哪都不好看 恋爱脑 怎么会听呢 带着房和车 义无反顾的嫁给了他 马上 我就明白了朋友说的除了脸好看 哪都不好看 他从小父母离异 父亲再婚 生个弟弟 后妈看日子紧迫 某个雨夜 跑了 谢正成了弟弟的小保姆 长大后成了他的提款机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谢正奶奶 我叫奶婆的老太太 特别偏心 偏到让他同父一母的弟 也住到我房子里来 他弟流利流弃 初中辍学 要命的是 行为不检点 开玩笑没深浅 不咬人隔应人 最气人的是谢正毫无办法 婚后战火纷飞 争吵不断 那天吵到要离婚 谢正摔门而去 跑到酒吧喝酒 饮酒开车 撞到树上 树无药 他腿粉碎性骨折 需要两次手术 一直没敢透露我家境殷实 非常好隐瞒 谢家为了不给彩礼 不拿半酒席的钱 恨不得我无父无母无朋友 压根就不想认识亲家 一直不张了见面 我顺水推舟 最不可思议的是 谢正撞成这样 亲戚朋友没有一个人过来探望 奶奶 父亲 姑姑 可都是至亲 也不露面 把寡义薄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看了眼角费单上的树木 手扣着那张纸 扣不出五万 盘散着让父母转过来 去找我妈 她在北京 见我不予 谢正建议找她妈 父母离异后 她跟她爸 和她妈一直没联系 连结婚都没告诉 为了钱去找她吗 去找我亲妈 她在北京 是姑里有面老板 姑里有面我知道 是一家连锁企业 我们这个城市就有家盟的 我仰头看天 真她妈有馅饼掉下来 去找她 她会给你钱 她是那样的笃定 家徒四壁的谢家 竟有一个这么有钱的前妻 怎么没盯上去呢 谢老太太可是咽过绑毛的主 好奇 十分好奇 我决定去看看 对老公眨眨眼睛 也遇到 穷途末路 有钱便是娘 我收拾行囊 直奔北京 感谢网络发达 找过里有面地址很容易的 三环外一座司必滴大厦里面 在会客区等了将近二十分钟 一个高贵优雅的女士 款款走来 身子跟着前台见过的美女 前台说 立总 就是这位找您 我知道谢正为什么长得帅了 随母 没想到她亲妈这么年轻 也快五十的人了 脸上没有多少岁月的痕迹 看上去那么精致美丽 结论 过得不错 一时语色 不知道怎么称呼 叫阿姨显得生疏 叫妈有点躺突 我局促不安地站起 您好 我是谢正媳妇 九月 她冷了一下 眼露惊喜 上下打了我 半赏 笑容灿烂 啊 小郑都结婚了 你们什么时候 半年前 抱歉 我不知道您的存在 所以没有通知您 更抱歉的是 谢正出了车祸 没钱医治 才来找您 她紧张地瞪圆眼睛 焦急问道 出了车祸 伤在哪里 我学了大致经过 没想到她拉起我的手 摸杀着 辛苦你了 放心 我会拿钱给她治病 她十几额钱碎发 别到耳后 看见我包包 惊诧一闪而过 谢天谢地 母子情深 你等我安排一下 然后 我和你一起 差不多两年没看见小郑了 她眼角湿润 谢正说有十年没见了 她怎么说两年呢 你们过得好吗 她的关心藏不住 她爸再婚 又离婚 留下个弟弟 把谢正当成银行 想想救济难平 说话的空档 她司机把车开到楼下 我们一同下楼 她走得很急 高跟鞋敲打着地面 清脆且有些凌乱 一如她的心境 便念 焦急 紧张 一个母亲对儿子的全部思念 她一边走一边讲电话 我出去几天 有事打我私人电话 月夜车在高速路上奔驰 两边树木和远处房屋纷纷倒退 似乎在回忆那遥远的过去 她脸上有些悲伤 看着一闪而退的风景 轻轻说 我二十二岁嫁给她爸 她爸脾气不好 性格暴躁 她奶奶总是挑拨离间 欺负我远嫁 教唆她爸打我 时隔多年 回忆当初 她依旧脸色苍白 我是被打跑的 身无分文 跑到北京打工 开始是服务员 后来是领班 大谈经理 再后来 自己出来创业 虽然她说得很轻松 但我知道当初她一定受了很多苦 她一定也很有能力 闯北京的人多了 干起来站住脚的凤毛麟角 她扭头问我 你很爱小郑 你包是爱马仕限量款 衣服是小香风 条件应该很不错 怎么嫁给小郑了 一句两句解释不清 碎婉儿 背货 她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 转移了话题 当年 我想带小郑走的 可是 离婚时法院没有判给我 小郑小时候没少挨他妈打 她眼圈红了 慢慢聚集起硕大的泪珠 砸在手背上 又撕裂开来 阴云成七美的花 谢郑说过 小时候她爸打天打给打空气 现在当保安 却总挨别人打 我沈孝 应该是生活教育了她吧 现在 脾气很好 她似乎自言自语 我每年回去看小郑 都是偷偷的 长高了 出众了 高中了 大学了 工作了 原来 她是偷偷 怪不得谢郑不知道 提到谢郑 她眼里星光灿烂 像说着真爱之宝 母爱忠实藏不住 她再次疑惑 你怎么会嫁到谢家 你们经济条件 生活条件 社会能力都不一样呢 只子莫若母 尽管分开多年 她还是了解自己的儿子 我也惊叹她的敏锐 我们才见面三个小时而已 她就能看出这么多 嘴里一丝酸涩 扯起一丝苦笑 看脸嫁的 我比谢郑大四岁 今年二十九 我没有告诉她 我很后悔 没有感情基础 经常相对无言 还有她家里乱麻其糟的事 天天吵来吵去 孩子都不敢要 如果不吵架 就不会有这次车祸 我不想撒谎 面对前婆婆 觉得她很亲切 像多年未见的老友 想实话实说 又觉得原身娇浅 她轻轻握住我的手 明起嘴角 我理解 其实 我当时嫁给她爸 图的事前 她当时有个施工队 挣得多 婚后 说不到一起 总吵架 总被打 她那么的善解人意 说出了我想说的话 我告诉她 后来 施工队黄了 连老婆都跑了 她下浅浅地点了一下 我知道 只要有空我就了解小郑的情况 最近两年 太忙了 就没再过问 觉得她已经成年 可以照顾自己 这臭小子 一不留神 媳妇都娶了 只是委屈你 嫁给她受罪 一股暖流从上到下涌动 这样明察睿智的婆婆 我喜欢 您一直在北京吗 我很好奇 恩 一直在餐饮行业 后来做连锁 没资格让你叫妈 如果你愿意 叫我立一把 一个女人 三十岁北漂 我能想象遇到的那些困难 可是她一语带过 似乎遭的那些罪 受的那些苦 都不值得一提 这也许就是胸怀 亦或格局 我索然起敬 您在婚了吗 我突然问 她脸上一片祥和的光芒 十三年前我就结婚了 她对我很好 我们很相爱 现在有一个女儿 心里有点兴奋 又有点失望 她是一和自己业的私优 很有才华 我们同岁 谈起她老公 脸上是一只不住的幸福 我在旁边都被感染 心里没来由的感叹 你若盛开 蝴蝶自来 谢正还有一个同父一母的弟弟 和我们住在一起 隔应人 还赶不走 日子没法继续 她暗言地看着我 摸了摸我头顶 别怕 我帮你 我眼睛发酸 谢正懦弱 不敢网出轰 怕他爸 怕他奶 怕他弟 我没好意思说就是个窝囊废 土有皮囊 还有 谢家势力冷漠 不情寡义 憋闷许久的泪水 在她揉我头顶的瞬间 倾泻而下 如果知道婚姻是这个样子 我绝不会嫁 如果知道谢家是这样的门风 我绝不会往里跳 她轻轻揽过我肩 淡淡的花香 直入心皮 阴晕了周深 尽管第一次见面 没有一点陌生感 我承认 很喜欢这个婆婆 和她有钱无关 母子相见 我能补了挨个场面 悲喜交集 相拥而弃 互诉中常 指手相看 无语凝音 出乎意料 鸟俩平静对视 丽一站着 谢正般坐着 爱 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半晌 丽一弯腰 轻声说 别怕 我在 一直在 谢正没有任何回馈 夏二县冷觉深刻 微微敏起薄唇 疏离且陌生 挤出两个字 谢谢 那态度 好像欠她一千还了八百似的 喂 要钱有个要钱的态度啊 好在 丽一不计较 点下头 算是收到 她让司机交起了住院费 还往我卡里赚了十万块钱 她说 别告诉小正 她手里留不住钱 谢正亲妈回来的消息光速传播 大家纷纷来医院看望谢正 我知道是来看利益的 谢家早就听闻她有钱 不是一般的有钱 病房一下门庭弱势 亲戚朋友一夜之间全都冒出来 护士不停地进去驱赶 病房没地方 我在护士站歇脚 医生悄悄问我 怎么一下来这么多人 我笑答 财神奶奶来了 以后不用为医药费发愁了 医生晃了晃头 走了 奶婆也来了 她抓着丽一的手 奉生大哭 不知道的以为谢正死了呢 老人家哭得很伤心 说这么多年很想念丽一这个儿媳 丽一淡淡地看着 突然就问道 当年 为什么要教唆你儿子 说打倒的媳妇揉倒的面 奶婆愣着了一下 神色兴兴地要解释 好像又不知道说什么 还不想走 开始干嚎 奶婆拉着丽一的手 丽一想抽出来 几次都没成功 我有点想笑 老人家不要太明显好吗 关于奶婆 七十多岁 我就说一件事吧 婚前 找谢正商来会亲家 摆酒席的事 门口 听见奶婆说 她年龄大 比你着急 不会亲家 她家就要不出彩礼 就不用摆酒席 如果谢正说OK 我一定会转头就走 谢正说 奶奶 是我们家娶媳妇 没房没车没彩礼 已经不委屈九月了 酒席钱还让她拿 我这个男人还要不要当了 终是一句人话 后来没白 我父母说不易知道的人太多 他们多么有先见之名啊 我对奶婆敬而远之 没哭几声 姑婆来了 拎着水果 我心里不是滋味 谢正住院 姑妈都没来探望 那可是亲之子啊 姑婆东扯西扯了一会儿 低声问丽姨 你在北京 门路多 能不能给大壮安排份工作 孩子大学毕业两年了 丽姨疏离得敏起嘴角 淡淡的表情 说道 抱歉啊 我们不熟 奶婆和姑婆一下就棱在那了 眼上忽明忽暗 还是姑婆先反应过来 抓着丽姨的胳膊 嫂子 我知道那几年委屈你了 我个脾气不好 但那是我小 要是现在 我一定帮你 丽姨促美 拜托 十九年前我就不是你嫂子了 气氛尴尬 清楚听见奶婆和姑婆大气 不敢出又不能不出 吉利乐着的细小声音 我弯起嘴角 咽下那些讥讽 因为是我上杆子要嫁 他们平时很看不起我 背地里也没少说我 丽姨终于甩开两个人的手 走过来 拉起我的胳膊 九月 我们出去吃点饭吧 回头兑卸证说 给你打包 为了赶路 中午休息去没吃饭 丽姨带我来到一家日料店 对服务员说 上一些你们家特色的 两人份 然后 再打包一份 她揉了揉了头 你平时怎么瘦的 我笑嘻嘻地回答 我又没钱 丽姨眼底带笑 你装得不错 奥斯卡欠你一个小金人 不等我回答 她自嘲 还问你 不如问我自己 怎么就嫁进谢家 22岁 狗屁不懂的年纪 觉得谢庆比我大 会疼我 爱我 谢庆是公公的名字 丽姨无奈地摇下头 喝了一口柠檬水 其实 如果她妈不参呼 她不会动手 每次 她妈都无中生有 挑拨离间 让谢庆打我 丽姨脸上一丝讥笑 九月 你能不能告诉我 她刚才拽着我哭啥 忏悔 求施舍 我神秘兮兮地笑着 丽姨 要不要打赌 一会 我们悄悄回去 你猜 他们说什么 丽姨眸光亮眼看着我 就像长辈宠女孩子那种 我猜猜 让谢正管我要钱 我收起大拇指 补充道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你一定会惊喜 丽姨说 才结婚半年 就这么了解 看来你比我聪明 九月 你和谢正感情咋样 丽姨 不想瞒你 这次她身体康复 我就想离婚了 她太软弱 她就像个躯迹 伸在她身上 婢姨没有劝我 抿着嘴 摇动着杯里的柠檬水 对我晃了晃 嘻 很快吃完 我和丽姨一路牵着手 悄悄走到病房门前 慧心一笑 站下 门须掩着 奶婆 姑婆还在 意外的是公公也在 我俩静静地贴在门上 清晰听见里面的对话 小郑 这次你就要和她去北京 她有公司 你是合法继承人 是公公的声音 听奶奶说 去之前 先让她给咱买套房子 要大三居 我和你爸也不用住那老房子了 侄子 去北京带着你小弟 打仗亲兄弟 打断骨头连着筋 立姨满脸耻笑 我竟有点幸灾乐祸 没钱感觉是太炎凉 有钱 看见人性丑了 我想听谢正怎么说 我想立姨也是 你这个孩子 咋油盐不尽呢 她是你亲妈 先把她哄住 跟她去了北京 还可以把我和你爸接过去 老太太焦急的声音 那个九月 比你大那么多 结婚半年 孩子都没有一个 到现在她父母都没露面 说不定比咱家还穷 你留恋个啥 我终于知道啥叫家教 谢正妹走上犯罪道路 真是万幸 但始终没听见谢正讲话 立姨拉着我离开 我想 她是怕谢正说什么 让我失望吧 或者 带我偷听谈话 有点跌分 我一直失望 婚前 两家坐在一起 可以没房 没车 没彩礼 但是有句话 有个态度 过分嘛 谢正愣是一个屁都没放 连单都是我买的 气得父母扭头就走 告诉我不要把她带回家 那次 我犹豫要不要嫁 最后 朱油蒙心 觉得她是因为年龄小 才没有担当 我和立姨在走廊长椅上坐下来 她轻声问我 你同意小镇去北京吗 我没想过 我想过离婚 但没想过她去北京 你想让她去吗 我问 你想去吗 她问 我们两个对视 清楚看见对方毛子里的自己 如果能生活在一起 我想我们应该相处得很好 她没有婆婆的揣测和自私 通情达理 疼你 爱你 让我对婆婆不再抗拒 哭得就笑了 我埋下头 我不会去 第一伸手揉了揉我头顶 笑容浅浅 我知道了 北京是天堂 也是地狱 有能力有报复的人如虎天意 而想走捷径恐怕会跌得很惨 谢正是哪种人呢 病房的门打开 姑婆去洗手间 抬眼看我们坐在走廊里 尖声喊道 妈 哥 嫂子回来了 亲切的就像丽一不曾离婚 奶婆和公公急步走出来 公公有点局促 想打招呼 又不知道说什么 手指扣着手心 好像能扣出大三局似的 奶婆先开口 小丽呀 刚才我们还说你呢 能在北京干那么大的事业 把小郑带去吧 杂说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 她推了一下公公 公公脸仗的通红 唯唯诺诺地开口 以前 对不起了 另一向不认识似的看了公公一眼 然后对所有人说 我回来 是因为知道谢正出车祸 需要手术 费用也不够 你们 抱歉 我早就不记得你们试水了 空气一下就吸泊起来 姑婆陪着笑脸 嫂子 怎么会不记得 我可一辈子把你当嫂子呢 还有我哥 人不说一日夫妻百日恩 百日夫妻四海深 何况你们生活了五年 第一神色伶俐 冷冷的对斗 那你记不记得她打我呢 每次都是你妈里挑外居 你要不要问问你妈 你们也就庆幸当年我年龄小 如果是现在 我会把你们一个一个送进监狱 也许是气愤 第一身体微微发抖 我想 那是缠绕她一生的噩梦 所幸她没有被击垮 固子盛开 奶婆开始鼻涕一把泪一把哭诉 啊 谢家造了什么孽呀 好好的媳妇给弄丢了 剩下啥也不是的 连个娘家都没有 我这是躺枪吗 咋 谢家都得靠媳妇呗 我突然就冒出一句 姑婆想都没想 抢白道 你要是能靠得上还用找嫂子吗 自己老爷们看病还得管父母要钱 真不知道你咋想的 平时就看不惯姑婆势力的嘴脸 再说 我也不是受气的人 立马回对 自己儿子不也得求着别人吗 姑婆怒目远征 下一秒就要扑上来 立一挡在我面前 牵起我的手 九月 和垃圾在一起 挥脏了自己 不看任何人 大步向病房走去 剩下的三个人 瞬间实话 谢正的腿要进行二次手术 看见我们进来 她念如问道 老婆 你没打听打听 我会不会留下残疾 我们要不要去大城市的医院 她对我说 眼睛却在利益脸上军寻 我一下就明白 她想去北京治疗 没钱的时候 就盼着有钱 能治病就行 现在 有钱了 又想去北京 我问过医生了 二次手术没什么风险 在这里一样 谢正弯了我一眼 这是嫌我没领会她的意图 没顺着她的话说 谢正 医生真的说没问题 术后三个月就可以正常走路了 看着她脸色一针笔一针飞 我蹲下 握住她的手 碧衣已经够不易 咱就别去添乱了 你别听奶奶和姑姑的话 自己没有一技之长 去了能干什么呢 碧衣转身出去了 我知道她也为难 因为我说不想去 看立仪出去 谢正攥紧我的手 气哼哼地说 她欠我的 应该还 那么好看的一张面孔 没有因为疼痛苍白 却因为气氛没了血色 谢正 她不欠你的 你也知道她是受不了家暴 才离开的 我试图说服她理解立仪 被家暴得多了 有几个放弃孩子的 给 成功被谢老太太洗脑 凝视着这张让我神魂颠倒的面庞 斟酌着语句 她没有放弃你 不是说了吗 她在 一直在 你应该庆幸 她当年没被打垮 离开谢家 活出了最美的样子 如果她现在没有钱 身体不好 那你作为儿子 应该怎么办呢 谢正沉默了 挺直的鼻梁像一座山峰 形成一道阴影 谁让我比她大呢 继续开导道 你要庆幸她很好 很成功 我想让你幸福 她眼光热切 瞬间烫红我的脸庞 心一下就温暖如春 怎么办呢 除了长得好看 她就是没多大能耐 给我幸福还得靠她吗 可是 我却戒不掉对她的爱 我羞涩起身 双手插在裤兜里 弯起嘴角 看到我的笑意 她继续说 咱们去北京吧 我弟 你还没忍够吗 你奶 你爸会让你在北京待消停 你弟不跟着 我一语中弟 她脸色晦暗不定 一道无解的题 立一进来 带来主治医生 谢正 二次手术非常简单 不用转院 谢正知道是立一的意思 她没有反驳 看医生出去 说道 妈 没有你的这么多年 我遭了不少罪 现在 九月夜跟着遭罪 你能不能带我离开 小郑 改变命运 靠自己 保护老婆是你的责任 去北京你就保证你弟 你爸不找你了吗 谢正语色 半傻 说 那你就不管我了吗 立一担忧地看着他 你是成年人 我怎么管 把你藏起来 还是给你足够的钱 满足他们 儿子 你要自己强大才行 房间寂静无声 只有窗外设进来的几缕阳光 斑驳了我的视线 我后知后觉地想起给他打包的日料 打开餐盒 把餐板推过来 摇高床头 食物一一展开 看谢正狼吞虎咽的吃着 立一坐下 开口说道 小郑 我不反对你去北京 去了 你要学习很多东西 要吃很多苦 而且 要九月同意 谢正温头吃着 没有大话 咬和鸡一下鼻一下凸起 我知道他心里是不高兴的 吃完 我赶紧收拾干净 立一递过湿巾 谢正擦了下嘴巴 共生问道 妈 那你能不能多陪我几天 我欲出一口气 他还是想母亲的 还是和立一亲的 立一似乎也感觉到了 脸上呈现笑容 好 我尽量 立一和他说起他小时候的可爱件 说到调皮处 娘俩咯咯笑出声 那一刻 我觉得谢正游内而外的快乐 眼上洋溢着明媚的笑容 看我的眼神都闪着碎钻 我还是抵御不了这份帅气 一开眼神 少看为家 他似乎有所察觉 牵起我的手 放到立一手上 妈 他很好 立一弯起嘴角 我知道 你也很好 我默默祈祷 时间静止 母子 婆媳难得同框 让我们乐意会儿 门开了 公公拎着饭盒过来送饭 我不乐意了 十分不乐意 爸 我在医院陪护半个月了 您咋一次饭都没送过 住院的可是您儿子 真的不带这样的 太明显了 我是说屈颜复视 公公尴尬的说不出话 我气得眼全发胀 话音没落 姑姑也来了 也拎着饭盒 姑妈 您这是给谁送啊 我给嫂子包点酸菜馅饺子 嫂子最爱吃了 人家更直接 公公一脸大色 我也送的饺子 还真是一家人 天色暗了下来 病房里 白色的墙壁 白色的灯光 白色的被褥 在一片白色里 一一嘴角情笑 看了眼公公 又看了眼姑婆 而后对我说 九月 既然亲爸 亲姑都在 我们出去找个宾馆休息吧 她低头对谢正说 今晚 让你爸陪护 老婆是用来爱的 我帮你去爱 拽着我 不看任何人 向门外走去 她四季一直待在车上 看见我们出来 发动了车子 我知道谢家人正站在窗口看着 带立一来到一家五星酒店 四季办理入住 给立一开了总统套房 自己开了个标签 立一一直牵着我的手 直接来到套房 她坐在沙发上 对我说 你先洗澡 然后我们休息 我确实半个月没有好好洗澡了 没有推辞 直接进了洗澡间 出来的时候 才想起没带换洗衣服 裹着浴巾 想着怎么办的时候 立一递进来一套睡衣 九月 我没穿过的 你试试看 我感激她的细心 那你一会儿穿什么 我带了两套 有备无患 真好 很快 立一洗好 穿着和我一样的家居服 我们互相看着 笑容满面 房间的灯光都淹泥起来 我们永远做婆媳 多好 恍惚间 我也这么觉得 九月 我们似乎认识很久了 这是不是叫缘分 问你啊 到底看上谢正神吗 虽然我是他吗 可是 我还是觉得你们本质上不一样 我没心没肺的笑了 说了看脸 立一宠溺的看着我 你是被父母宠坏的孩子 看见的都是风花雪月 不知道人心险恶 我不知道怎么样把谢正教育成你喜欢的样子 二十五岁 人生有无限可能 不知道你可愿意等 这大概就是真正的母爱 立一 我对谢正有信心 可是 对他的家庭没信心 我父母说谢家家风不正 立一沉默了 公公明言是 妈有一个 媳妇可以随便换 所以 当年才伸手就打 张嘴就骂 可是 面对依景归来的利益 又是卑躬屈膝 这好像不是道德层面 是人品瑕疵 这样环境熏陶下的谢正 又会是怎样呢 立一斧着额头 徐徐开口 这样好不好 小正好像也不知道你家庭状况 那就不要说了 省得大家有非分之想 咱们先让小正一无所有 房子你也收回去 亲戚朋友就会远离他 然后 再让他悄悄来北京 或者 你带他去你父母那里 亦或 你再考虑你们之间的关系 九月 他这样的原生家庭 没有杀法果断的性格 很难应对 所以 走为上纪 爱 我毕业不想回自家公司 不想让大家知道我是富家女 就想要一份简单的爱情 没想到变成一群人的战乱 手机响了 我看了一眼 是谢正 接起 他嘘声问 爸和姑走了 你和妈能不能回来 你不能自己一宿吗 你住院我就没睡过胡伦觉 那端沉默片刻 说 他什么时候走 能不能给爸买套房子 我火腾的一下上头 谢正 你觉得这话能说得出口吗 爸说是这些年的抚养费 谢正 小学 中学 大学 所有学费都是利益拿的 每年都给奶奶打生活费 还要什么抚养费 九月 一个母亲仅仅给钱就够了吗 谢正提高了声音 我无比失望 像走了千万里去看花开 却已凋零 谢正 你这个要求可能永远失去利益了 我压低声音 我知道 所以 你商量他一下 看怎么样我们能拿到更多 为了钱 还真是煞费苦心 如果这些钱买断你们老子不相往来 你看如何 像听见笑话般 我轻舍了一下 如果他把他当母亲 会是身处地位他考虑 如果只是把他当成提款机 那利益一应该适可而止 谢正 你已经成年 你要承担的是赡养他的老 当然 现在他不需要 可是 你不应该狮子大开口 还有 你要去北京 我不去 变化那端又一次沉默 然后 我听见公公的声音 尽管很小 还是清晰传来 有钱 什么样的媳妇找不到 我立马明白 他是受公公逼迫 我提高了分贝 呵呵 你们脸皮还能再厚点吗 离婚多年 让前妻给买房 华天下之大气 谢正 你也不撒抛尿照照 你能干什么 我要是利益 当初就该掐死你 谢家 不配偶后 电话里传来公公的骂声 我挂断 立姨担忧地看着我 我是不是不该回来 是街子就会流浓 我躺在床上 你儿子要没老婆了 立姨走过来 已在床头 是他没眼光 没福分 立姨拿起手机 不停地发着信息 我实在太累了 头挨到枕头上就睡着了 有些人 你真预料不到他会做什么 第二天 我和立姨来到医院 病房里齐刷刷地坐了四个人 姑婆 奶婆 公公 还有那个弟弟 看见我 奶奶气势汹汹地走过来 抬手就要打我 立姨一下挡在我前面 奶婆想收住巴掌 惯例太大 眼看着要落到立姨脸上 突然 一道黑影压过来 轻轻一挡 奶婆一个猎且撞到床头 公公瞪起眼睛 想抡拳头 那个人接接事实地把立姨护在身后 是开车的司机 原来 他还肩保镖 电视里这样的情节都是真的 源于生活 姑婆上来就挠 好男不和女抖 姑婆觉得司机不敢和他动手 司机没动手 只是一巴拉 一挡 他就撞到公公身上 把公公砸个猎切 第一看着谢正 冷声说道 既然你有爸爸 奶奶 姑姑 弟弟陪着 我没必要在这里 今天当着大家的面 咱们把话说清楚 虽然离婚了 但是我没差过抚养费 我有汇款单据 你现在也成年 早就不在抚养之内 我们没必要再见面 我 就当没生过你 奶婆外的一声大哭起来 哭泄正命不好 亲妈都不要她了 姑婆扑到立姨面前 哽咽着说 你不能不管小郑 不管谢家 怎么说你也曾经是谢家人 毕一向没听见似的问我 九月 你还不说你的想法 等一会 我走了 你收拾烂摊子吗 我不屑地看了眼谢正 婚房是我的 车是我的 你住院前后花了十二万 是我的 现在 你还剩下一次手术 我交够所有钱 然后 雇一个护工 三个月后 我们办理离婚 谢正傻子似的 看着发生的一切 挺好的一副牌 打得稀烂 听见我要离婚时 没出息地哭了 一张俊连委屈的苦大仇深 九月 是你追的我 你现在又不要我 姐弟练就这点不好 总整小孩子那出 五号整一匣地看了一会儿 清起朱唇 其实 你很好 但是你家不好 你奶奶不好 父亲不好 姑姑不好 弟弟不好 你们家所有人都不好 如果你不离开 你也不好 我一下就捅了马蜂窝 一家人除了不能动弹的 风起云涌地扑过来 打仗 他们从来不怕 可我也不怕 况且 立衣和保镖都护着我 他俩把我紧紧护在中间 让所有人惊恶的要掉下巴 我对谢正喊道 最后跟你说一声 你的东西我会派人送到医院 三个月后半离婚 没人敢阻拦我 我拽着立衣 我把您接来的 我得把您安全送回去 头也不回 我们互相挽着 向门外走去 立衣眼圈红了 我知道他心疼儿子 可是 怎么办呢 他自己站在黑暗里 不敢走出来 谁能帮得了 我是不是不该回来 我勾起了他们的贪念 觉得控制小郑就拿捏了我软肋 是的 立衣不回来 其他的谢家就不会有这些痴心妄想 也不会上演贪婪与无耻 谢正太可怜了 我一定要帮他 我轻哼 可怜之人就有可恨之处 没有原则和底线 就像九家犯法 他都敢做 你说怎么帮 立衣沉默 停车场 立衣拉着我的手告别 他说 我们还会再见吗 我笑了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没有谢正 我们不会再有交集 我和谢正 也不会再有交集 立衣上前 抱住我的肩 九月 谢家就是奇葩 不会再遇到 爱情很美好 看脸没错 我没心没肺的笑了 谢谢您回来 短短两天 让我明白 看脸 也要看门当户队 情投一合 立衣轻轻拍拍我 你说 有没有这种可能 他是我的儿子 算不算门当户队 不等我回答 款步走向路虎 高跟鞋敲打着水泥路面 没有了凌乱和急促 一步一步 踩着晨光 走出一道风景 我心情大好 换个角度 看世界 还真的不一样呢 转身 上车 回家 折腾了半年 回到原点 又似乎回不到从前 谢正发来信息 老婆 昨天受胁迫 今天是故意的 我知道我不够好 我发誓 长成你喜欢的样子 老婆 我爱你 立意发来信息 昨天和小正商量好 今天翻脸 我假意离开 等到谢家放弃他 不管他以后 我会悄悄接他来北京 你是好姑娘 但是 你们生长的环境天壤之别 谢正多年战战兢兢过日子 感怒不感言 刚性不足 老实说 作为母亲 我有责任 应该早点把他带在身边 我没有资格要求你什么 但能不能请你看在母亲的份上 看在他生长环境的不易 给他一些改变的时间 也给我一些帮他改变的时间 三个月后 离不离婚 你定 我保证会给你一个全新的谢正 不仅长的帅 性格也帅 原来 昨天他发信息是和谢正沟通 我抿起嘴唇 整个相跌证据似的 我不知道全新的谢正是什么样子 但是 一遗 这个婆婆说的话我信 我有点期待 阶段的 其实 我们下咱们 上咱们 给他 词